不老实话 我叫施辰 来自辽宁大连 我就是龚敬的徒弟 龚敬的徒弟 你是他的下属 不是他徒弟 他八戒的徒弟 因为以前在公司他带我嘛 我就管他叫师父 你怎么哭了呀 我听他说我那些坏话 说你坏话 我觉得我是清白的 他说升职的事 说是我做的手脚 但是我根本没做那些 我私底下跟他解释 那么张晨张晨 你能不能说点真话 你今天都来这儿了 我怎么没说真话 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那我问你龚敬那事 你就敢说 不是你做的 那天你把资料给完我之后 我直接就交给咱们王总了 龚敬那个资料 只经过咱们三个人的手 但是你当我卖 你拆开那个文件了吗 我怎么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是一份还两份还谁的 我怎么知道啊 是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你到底做什么了呀 你现在还诬赖上我了你 我没诬赖你 咱们同事都说了 你从我办公室 神色慌张的走出去 你没干坏事 你慌张什么呀 你慌张 龚敬姐 我哪次从你办公室出来 不是神色慌张 你工作上天天对我直舍画脚的 我都害怕死了 我能不慌张吗 我 不是你咋这么能装呢 我这样对过你吗 做了没做过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不用在这当大人怕装好人 你说你的眼泪怎么没了 装的呗 装的呗 我被他气都给气没了 我还哭什么呀 我 我说你连装都不会装 你行吗 你装给我看看 你会装吗 你跟庞博什么关系 我和庞博哥 咱俩一直就出的挺好的呀 但是在公司里咱们有规定 没办法把这关系说那么明白 主持人问你的事 你跟庞博是不是对象脸 你这 你这这压压的 你这这掩掩掩的说啥呢你 我和庞博哥 我觉得咱俩就是男女朋友了 咱俩都那个过了 哪 哪个呀 哪个过了 咱俩一起单独吃过饭 单独看过电影 我拉他手了呢 哎人家还没承认你是他女朋友 你知道当时那屁家屁家跑过来跟我说 啊庞博哥是我男朋友 那个你以后离他远 那个是他主动向我 让我跟你说的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龚倩姐 阿蕾你这么长时间了 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 我说给龚倩姐点面子 毕竟我是你的实习生嘛 但是他就不听啊 非让我跟你说 我都拦不拦不住 你看你上来一个形象 这会儿又是一个形象 上来哭哭啼啼 你这会儿顾犯生姿啊 你能让我说啊 真是 你行的 你让我问他 你让我问他 他平时就这样 然后现在又跟我这样 你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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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来一个啊 你来一个把头发 大赞了 来一个 我告诉你张智晨 我今天真的 我没准备给你把头都折胜 我们公司老总出差的时候 带干果回来 他他拧过来说 哎姐那个老总给你带的干果 让你拿回家吃 结果辞职以后我才知道这 公司里头人还骂我呢 说我自私 然后人情是啥 是老总发给大家吃的东西 他说让我拿回家吃 那也是别人跟我说的 我就转告你一声嘛 明显他就设了一个局就让他的这个师傅 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而且他一上台的时候就哭哭啼啼 让大家都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他在跟他的师傅对峙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他特别的伶牙俐齿啊 你们俩不要把人家想那么复杂 他就是这么复杂 不是我想的那么复杂 你想一下 人家说你装 你就说对对对我就是装 有人会这样做吗 当然看着他就是满眼的复杂 从头到尾 大家观众都是眼睁睁看着的 对不对 咱别急着分析人家说 他都有心机他装 你怎么知道他有装 他穿这身衣服他就觉得美 你做不出来 所以你认为凡是这样 婀娜多姿就是一种装 志明姐你真的是在强词多理 我们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谁在说谎 有一句话叫愿赌服输 有本事你比他心机还强 而且你用正能量的心机 你比他厉害 那所有人都会给你掌声 一个女人有心和有心计 是两个事 一个有心的女人 她可以去撒娇 她可以带来人温暖 她所有使用的这种所谓的计字 不伤害别人 这叫有心 有心计是处处与人为难 来牺牲别人的利益 来成全自己 这叫有心机 至于他有没有心机 我们说你太没心没肺 知道吧 所以你也别插这个腰了 是吧 该怎么女人就怎么女人 不是但是我三十年我也不白 回他这样 你三十了 你看让他说自己的真实年龄 他打死都不会说 这叫有心机吗 这叫有心 是 龚卿姐 你是都三十多岁 该结婚都该生孩子 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 你也不单纯 你想跟我庞博哥表白 谁让你去庞博了 那你俩都认识三年了 三年 一点三十多岁 你说我这庞博的事 庞博 庞博 庞博要是来了 赶快让他汹涌庞博一下吧 我是等不及了 这个庞博 请庞博吧 看到来不来 好不好 你们谁去啊 我去 平日你去我去 主持人好 庞博哥 你贵姓啊 我就是庞博 站在两个女人中间 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两个女人 都是我工作上的同事 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里没有你习惯的人是吧 不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挺好 你之前都一起陪我 单独看我电影 一起吃午饭 我拉你手 你不也没拒绝吗 你心里就没有我吗 可是咱们两个 并没有在一块 你干嘛一上来就这么说呀 你让我面子往哪搁呀 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舞台 我之所以站到这里 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事 我就是希望可以从他们嘴中 听到一个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想一直被蒙在鼓里 好 你想知道这个答案 想听到他们亲口诉说 我可以理解 但作为一个男人 尤其是一个 有一定工作阅历的男人 你内心没有真正的判断吗 有 有是吧 对 接下来我希望在告白的过程当中 该说话说话 不要吵架 来 站这 你 站这 爱情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争是争不来的 要靠自己努力 接下来是拱茜的告白时间 世晨 今天来 我发现你 跟你前我认识那个世晨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话 但我知道你肯定想说出来 我是有话没跟你说 既然我都来这了 我站在你身边了 我觉得你有话 你就说出来好吗 别怕 我在这 旁博哥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其实你知道 我今天来 主要目的 我就是想弄明白 升职那件事 我只是想来 想问你一句话 那件事 跟你有没有关系 旁博那个资料 只经过咱们三个人的手 旁博他自己不可能 害怕自己吧 我更是我心里 做没做的事 我心里清楚得很 然后这不是你做的 你敢说吗 我并不是说来追究 谁对谁错 我觉得在追究 个人对错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只是想从你这 得到一句答案 那件事是和我有点关系 但是 但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人啊 我以为我俩就看了信心在一起了 我也没想伤害到你们谁 对 这件事我觉得 其实责任在我 可能是我没有处理好咱们三个人的关系 或许如果没有我 你俩现在还是好同事 好姐们 我有些事 我有些事处理的神经比较大条 我不像你们一样 心思比较细腻 我给你们造成了一种错觉 我 唐伯伯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 你就不跟我好 也不许跟他好 没有为什么 你听见没 你看他干嘛呀 不是 他就他哪比我好了 是我四三十了 我是男人婆 但你 你不知道我呀 你就喜欢这样 大叫卖萌的 太让我失望了你 我天天上午给你做文件 下午给你做文件 天天你加班到几点 我就加班到几点 我不就想陪着你嘛 咱们每个礼拜五说好 一起喝酒 之前再大的误会 再大的矛盾 你都去 你从来都没违约过 现在呢 你就因为这件事 你多长时间 没去跟我一起喝酒了 你多长时间 没理过我了 我去喝酒 我就对着一个空凳子 一个空杯子的说话 我已经三年了 第三年 有哭过 有笑过 你对我的好 你对我做的每件事 我都记在心里 我也不是一个石头 那我呢 彭博哥 我在你自己 留一点位置也没有嘛 他天天给你打文件 天天给你打咖啡 我这些我就没做过嘛 你怎么都不看他眼里啊 世辰 你冷静一下 你先 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为我做了很多 我都看在眼里 虽然从进公司到现在 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可是你每天 在我进公司的时候 就把文件都把放在 整整齐齐放在那儿 你跟天天不一样 他每天给我放文件的时候 就一摔 然后端个水也是 啪 放桌子上 然后跟他一比 我知道你可惜心了 然后你对我做这些 我怎么都看不到呢 他那都是装的 你看不出来呀 我不是装的 我就是因为喜欢牛猜 给你做这些的 世辰 我希望你明白 咱们相处的时间 仅仅只有三个月 如果说这三个月 就像你说的那样 你很喜欢我 你牵了我的手 我就答应你在一起了 你就不觉得那样太随便 太倘苏了吗 一次超过三个月就行了 不是 我 我没有那么好 胖胖子 我也不是随便的人啊 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 我干嘛把我自己往你身上贴 我干嘛飞机主动拉你的手啊 是谁啊 你心里有我 我很开心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 很多事不是你一厢情愿 这就能行的 我希望你知道 从你进公司到现在 我对你的照顾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 大哥哥对妹妹一样的照顾 我不想当你的妹妹啊 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 咱们之前没有在一起 现在也不会在一起 胖胖哥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不是 在升职的这个事 我不应该 我不应该做手脚 我不应该把文件给他拿出去 该花的心思还是要花的 比如说打扮自己啊 适当的撒撒娇啊 谁要错